Ju-Shi 夏天來了 有沒有什麼要 保養方面要特別重要的 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第一步 其實我之前也諮詢過醫生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你有沒有把你的臉先洗乾淨 毛細孔把它洗乾淨 像我們的肌膚 大約30天會有一個角質層會出來 你有沒有做去角質 很多人這些步驟 沒有做清楚的時候 第一個 阻塞 阻塞就容易長什麼痘痘 粉刺 黑頭 就是你的清潔跟你的角質 譬如說有什麼樣的保養成分 會比較好 對皮膚比較好 我們先把自己的皮膚 當成一個房子好了 玻尿酸就像水泥 膠原蛋白像鋼筋 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你聽到保養品 大部分無外乎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玻尿酸其實它很神奇 它可以膨脹到 比自己還大500倍的狀態 去鎖水保濕 所以當它在鎖水保濕的時候 它進到我們肌膚的時候 它就可以強烈幫我們補水 它就可以改善很多 像有時候我們講說 晒完以後會泛紅 或者是有時候會粗糙 你覺得皮膚都粗粗 它就可以改善這些問題 膠原蛋白我相信大家應該知道 擦的 吃的 抹的很多 其實膠原蛋白 因為它的分子比較小 它進入到我們肌膚 它可以把我們撐起 紋路斷掉的地方 紋路斷掉就是細紋 所以你會發現說 當它撐起來的時候 你的紋路就會膨起來 就是人家說 蓬皮 蓬皮的意思 但是現在有一種新的膠原蛋白 它叫做 青 沒處理過 它沒有經過酵素的發酵 它也沒有經過加熱的方式 它的好處是 除了它有基本的鎖水保濕以外 它還可以刺激我們周邊的膠原 跟著一起不斷地增生 所以它其實是現在 目前比較高規格 但是相對於它成本比較高 再來它分子比較大 所以在選擇生膠原蛋白的時候 你要先選說 有沒有辦法 第三個胎盤素 我相信大家應該耳熟能詳 因為像在從古至今 大家都知道 胎盤素可以幫助我們回春 可以讓我們肌膚很膨潭 從中藥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用在肌膚上面 它可以 延環我們的老化 增進我們肌膚細胞的再生 然後讓我們的肌膚 更緊緻 更光滑 還有減少很多的斑斑點點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想要用心保養 那達人 我最近有聽到一個成分 叫 妳有聽過 有 那是什麼 其實這個 複勒吸它其實滿強的 就是它在近年來的保養來講 算是很 應該說流行 包含像日本 韓國的醫美 其實最近非常推崇它 它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也可以 它可以讓膚色變很均勻 以外 它可以讓我們的毛細孔 變得很細緻以外 它還有一個很神奇 它會去 它可以去把這些髒東西吸起來 很像吸鐵一樣 就是已經在你身上 造成的負擔的時候 它會把它吸起來 然後代謝掉 然後它的抗氧化 是比一般我們在講 維他命C 還超過100多人 所以它可以同時讓你 吸附這些壞東西 然後又可以讓你 延環老化跟抗氧化 所以它是算目前來說 在你不管要滋潤或舒緩的部分 它是非常強的一個成分